今年雲林縣政府又再次舉辦國際偶戲節活動 布袋戲是我們台灣人共同的美麗童年回憶 也是台灣最重要的藝術文化 現在就讓我們到雲林北港的文化中心 看看現場的頒獎情況吧 雲林縣政府舉辦國際偶戲節已經第二屆 2020年的雲林國際偶戲節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場地選擇在雲林縣北港文化中心舉辦 希望透過各項精彩節目 星光大道走秀等金掌獎的競賽項目 展現台灣偶戲文化的精彩技藝 10月11日下午1點半開始 雲林縣長張立善 文化處長陳碧君 人間國寶布袋戲大師黃俊雄 陳錫煌 走進北港文化中心前的星光大道 配合藝文團體的精彩演出 揭開頒獎活動的序幕 所以今天可以說是彭壁盛規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今天不只透過我們所有得獎的大金掌 小金掌還有青年競演 都能夠在這個頒獎典禮裡面 就像奧斯卡獎一樣 我們要非常隆重來頒發金掌獎 雲林縣長張立善在頒獎典禮中表示 所謂的偶戲節就是布袋戲節 布袋戲不只是雲林縣的文化資產 也是台灣文化傳承的國寶 2020年的雲林國際偶戲節 再次邀請全台灣各地優秀藝師 霹靂布袋戲的創新劇團 希望打造偶戲節成為布袋戲界的奧斯卡獎 提升包括精湛的口白 視覺藝術 操偶技術 後場音樂 編劇腳本 打造布袋戲成為一種精緻的戲劇文化 我們比照三金 就是金鐘 金曲 金馬 那也希望用這樣的方式來讓我們就是所有參與這一個 就是掌中劇的這些我們的大師以及我們的後輩 大家可以感受到不管是雲林縣政府對掌中戲偶戲的一個重視 也是對這個代表台灣這個第一意向的這個布袋戲的一個重視 主辦單位雲林縣文化處表示 為了推動布袋戲的文化傳承 今年也特別委託中國電視公司 邀請大排藝人跟布袋戲團體上台表演 炒熱頒獎典禮的氣氛 希望讓掌中戲文化持續的傳承跟發展 成為全台灣一項重大的藝術活動 記者陳文旭 洛志雄 雲林報導 我們來到台上頒獎